一个奇葩的老板 七年狂开600多家酒店 自己却一分钱不投 全靠客户出钱 但奇怪的是 居然有2700万的客户 抢着帮他投钱开店 生怕去晚了错过了送钱的机会 他就是号称中国体验最好的亚朵酒店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下面阿泽给大家剖析一下 他背后的赚钱生意金 你看你也学得会 亚朵开店的玩法就是众筹模式 简单来说 亚朵的众筹就是我有一款很多的产品 处在研发投入阶段中 以众筹的模式邀请你投资这个项目 等这个产品发布或者上市之后 可以给你免费或者低于成本价的方式去使用 2015年亚朵酒店跟淘宝网合作 正式开启了众筹酒店的模式 这个项目持续了44天 将要筹集资金200万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操作方案 首先 所有参与的投资者都可以获得亚朵银卡会员一张 享受8.8折入住特惠价 亚朵众筹的项目两元起头 31522封顶 共包含了7种不同档次的众筹产品供你选择 比如 2块钱就可以获得延迟退房 还有价值7888的抽奖机会 499块就可以获得价值650块的免房费一碗 还有下午茶 早餐 记忆棉枕头等 4999就可以获得价值7888的床垫一张 还有价值5000块的处置卡一张 如果你是亚朵的忠实粉丝 还经常出差 那么你可以选择31522的 你会获得的项目落地之后 全额返还本金 再送你价值7888块的床垫一张 最高回报高达12888块 是不是很划算呢 本金还给你 等于不花钱就能白住酒店 还白得了一张床垫 截止项目结束 共有5387个人参与了众筹 筹集的资金达到了660万 超额完成330% 就这样 亚朵通过众筹的方式融资 融人 融资源 自己不花一分钱跟粉丝一起合作 把酒店给开起来了 所以各位老板们看明白了吗 亚朵这个众筹方案 其实就是在招募即投资 又消费的普通客户 而且这个模式不仅在连锁酒店可以用 在传统的各行各业都可以落地 比如火锅店也可以用这个模式 只要客户到店里来消费 结账的时候就跟客户讲 只要你充值2000就能成为我们的股东 以后吃火锅打九折 并且再送你1000瓶啤酒 有人可能会说 充2000就能当股东 还送1000瓶啤酒 那不赔死了 但事实上这1000瓶啤酒是圈住用户的爆品 本来只消费了200 现在消费2000 那么每天单店的营收 就可以从3万变成30万了 门店的营收直接提升了10倍 但是你的成本并没有增加 另外 这1000瓶啤酒只是放在店里 用户按需领取 所以门店根本不用那么多库存 一般三个人差不多喝20瓶啤酒 那就是酒鬼了 那店里还剩了980瓶酒 下次聚餐别的也不吃了 还是去吃你家的火锅吧 毕竟还剩980瓶酒没喝完 除此之外 股东还有个权益 就是每次可以邀请一名朋友来店里 啤酒都算在这1000瓶里 这个时候 掏2000块钱的股东客户 肯定会跟朋友吹牛说 以后兄弟们想吃火锅去我家 我是股东 报我的名字 啤酒免费喝 备有面子 其实这就是在帮你的火锅店做饮流 关键是他饮流来的人 也会办2000块钱的股东卡 就轻松实现了裂变 众筹是一个神奇的模式 你可以通过众筹收获粉丝 扩大品牌影响力 也可以通过他来筹集资金 加速企业的现金流和客流 亚朵的这套众筹模式 给我们传统的连锁企业 带来的启示非常重要 大家牢牢记住 老板如果只用自己手上的人 钱还有资源 企业是很难搞大的 很多企业都变老了 还搞不大 原因就是老板太封闭了 所以老板必须把企业 做成开放的平台 用社会的人 社会的钱 社会的资源 来为社会做点有价值的事 顺便赚点钱 除了众筹模式 还有更多经典的创新商业模式 像海澜之家男人的衣柜 不花一分钱 狂开6800多家门店 用的就是S2B2C模式 像好事多吊打沃尔玛 全球会员超9000万 每年的利润高达40多亿美金 用的就是会员资电商模式等 如果你想深度地学习 可以点击下方链接 更多传统企业转型的绝招 都在互联市盈利思维在线训练营里面 除了上面股东合伙人的招募 还有报品模式 三大免费模式 S2B2C模式等 超过108大经典的案例 和盈利创新的方法 很接地气 学了就能用 包含一本全彩印版的配套复习教材 还有17节线上专题复习课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学 成大事者不纠结 点击下方链接 立即了解